又是老六图 今天我们来盘一下这个老六作者 赛道看上去还是比较短的 应该不会很难 开头一个近距离跳跃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中间那块有陷阱 没事 咱们走侧面就好了 先走右边这块 再走中间 再走中间 小把戏 我们先走右边 往中间 再走左边 一个前扑 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难 只是距离稍微有点尴尬 我们多试两次 诶 这不就过来了吗 以我对老六作者的理解 这个地方肯定不能直走 所以我们要舍近球员 走中路 对吧 这说明我对老六地图 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这个地方中间有个超长的弹板 我们得往边上走 对吧 从弹板旁边慢慢绕过去 好的 捡到一个存档点 走中间肯定是不行的 应该要走左 我就说了肯定要走右 好你个老六 整我是吧 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你要是再设陷阱 我可就真 我的小九九 给我歪这件事吗 行 不就是陷阱吗 我躲还不行吗 这里我们继续往前走 估计中间又有弹板 我们走边上 好 我们暂时安全 好 现在我大概知道 这条路怎么走了 先踩上最右侧的板子 前进一格 然后再前进一格 这个时候不能再前进 这个地方真的得小心点啊 我们慢慢往前挪 然后往中间跳 看到了吧 老六不是盖的啊 这里我们已经清楚了他的机关 我们得小心一点 这边中间是有一个弹板的 我们已经中了几次招了 所以不可能再被骗到啊 现在往前是走不了的 然后呢 还有两条路 一个是往左 一个是往左前 哼 就这老六作者的小心思 已经被我摸得透透的了 我们直接从弹板旁边绕过去 这种操作呢 需要智商加上手法 大家多练练 好 我们成功地到达了对角处 一个前扑 踩到一个坑 我们就排除了一个坑 对吧 往前跳 这边只能往左 我们小心一点啊 毕竟来到这里也不容易 我们尽量往边上跳 以免碰到机关 诶 不错 算你良心 被狗吃了 你怎么跟狗样 好了 我们小心点啊 这部分只剩下一块板子了 来 起飞 嘿嘿 小心点 前面有个弹板啊 刚刚在这吃了大亏 好好 我们从旁边 绕过去 慢慢挪 慢慢挪 不过我们还没有拿到这里的存档 我们到旁边找找看 走慢一点没关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及时发现它的陷阱 我们再来慢慢探索啊 看看能不能找到它的存档点 看到吧 看到吧 这就是智商 因为刚才捡到存档点了 所以我 是 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懂得都懂 好吧 好的 中间这条道 好的 现在只有左边这条道是安全的 在这里搞事情是吧 我起跳一个飞扑直接越过障碍 哎 缓慢前进 看见没 我现在可学聪明了 就这点陷阱根本不够我踩的 来 继续慢慢往前挪 看看这个老六还能有什么陷阱啊 好的 终点就在眼前 一个飞扑拿下存档 嘿嘿 你们看 作者叫我们从三个门里面选一个 你在这下面藏了一扇门 以为我看不见呢 我直接进这三个门里面选一个不是挺好的吗 咱们先选一个最小 不行 选中间的吧 不会运气这么差吧 金比 金比 哎 这就离谱了 我去 这板子后面还藏着一个门 好了 我们终于是找到了最后一个通关传送门 老六地图 直接拿下 这个时候我相信有的小伙伴已经忍不住要点赞了 但是你们看 这个老六地图最佳记录28.9秒 点赞过我前 下一期我们直接破记录 说到做到 记得关注一下 不然刷不到下期破记录的视频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